掌声响起 今天的老师都成为受欢迎的嘉宾 这是马六甲大爱儿童教育中心 所主办的教师节感恩会 而这活动的幕后推手 就是来自于大爱妈妈的用心安排 让小朋友表达对老师们的感恩 今天的这个教师节里面 我们有孩子的感言 有家长代表的感言 所以让老师真正的收到 他们让孩子的成长成就 就是他们最大的收获 老师您辛苦了 老师我爱你 感谢亲爱的老师 教导我无穷尽之时 除了小朋友用手艺来表达 对老师的感恩以外 家长也借此机会来感谢 老师对孩子的用心教导 让亲子桥梁 让我们的亲子教育更加成功 我们懂怎样跟孩子 面对面解决那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老师是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实际能够给我 帮我教导我的孩子 成为一个有 平行上是有德行的人 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 一路走来是需要很大的耐心 和那个爱心在教导他们 所以今天很高兴看到他们 大家爱心妈妈的在用心的为我们 就是举办这个教导节的庆祝 就是看到孩子 终于是成长了 一杯浓浓的茶 感恩老师无事的风险 跟着带妈妈的引导 小朋友显得特别用心 因为要献给老师 一杯温暖的感恩茶 小小的动作 让小朋友学会对老师的感恩 也是老师们在教导节收到的 最大的礼物和祝福 大海新闻 吕佳佳 钟建民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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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